进入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,港股交易日上余3.5个,赢书应以尘埃落定,正如之前所言,结果难以扭转,流力明年更化算,很多人说今年港股特别难炒,也可能是近年最差的市况,对此,我只能赞同一半。 无他,回想年初,严格来说应是农历新年前,北水及普团之金南下,配合契妈概念,港股可谓升到晓菲,单日升几成的个股随时可见,不过新春过后,原以为可以高位派货给内地同胞,竟然变成增双割韭菜。 炒作气氛亦由这一个位置消散,下半年更是炸弹处处,教育股,豪赌股,内房股逐个板块大爆炸,偏年最广的当然是受累反垄断的科技股,一度将股民投资意欲推至冰点。 虽然近日意见好转,但大家都变成惊弓之鸟,往日连环破顶的走势,变成有波幅无声幅。 炸到708落后,港股越炒越窄,能维持强势的绝无紧有。 陆电新能源股市其中之一,无他,减碳政策每个国家元首都挂在口边。 相信未来一年也是炒作主旋律,未有新的炒作点指之时,不妨继续围着他们转吧。